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出访多伦多 在驻多伦多办事处长徐永梅 文化中心主任李淑琳等人的陪同下 拜访多伦多地区多个传统乔社 受到各社团热情的接待 吴欣欣委员长也传达中华民国政府 乔务政策维持一贯不便的立场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上任后首度出访多伦多 虽然行程只有不到两天 还是坚持逐一败会各大传统乔社 首站来到有百年历史的龙刚轻易工作 委委员长亲切地用广东话 传达中华民国政府乔务政策 维持一贯不便的立场 台湾上是承拥同家人要用 所以不管本体还是国民党指振也好 民进党指振也好 大家都平常上不需要太在意 国家政府的公司 除了强调朝务政策不便 委员长也邀请传统乔社朋友 找机会组团到台湾观光考察 接着到安省潮州会馆 陪同拜访的驻多伦多办事处长徐永梅 提到了委员长坚持亲自到访的原因 委员长说时间在忙 还是应该来看一下我们朝州乡亲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 像今天就有七个人 但还是呢 在抽筑来我们这个庄州会馆 在拜会就是指导说我们朝州乡亲对我们一直都很支持 一席人紧接着前往安省月明辽华人协会 会长臣服以茶代酒 感谢委员长百忙中抽空来访 我知道委员长刚上任 那种马虎平均 做一个世界的 存费的探访 小舍 然后这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这里天气非常热 今天尤其是今天 平均过去两个更热 让我们大的 我们来说 我们也感谢我们全球 全世界越明晓的这个组织 跟座房秘图政 我一直都维持很不久好的关系 接着在许永梅处长 文化中心主任李淑林 前主任简许邦 以及乔务委员陈永宜 杨俊宏 金生白陪同下 吴委员长最后一站 抵达加东福建同乡会 受到会员们热情接待 圆满结束这趟败会之旅 台湾宏观电视胡玉利 加拿大多伦多 采访报道